因为宋朝北亲,木松不得已匆匆结束春那波,下令回上京。君王一声旨意,便令出法随,只三天时间,大部队便已经上路了。草原上,漫长的回京队列连绵不绝,艳艳坐在马车里,闷闷不乐。 她自三天前就这样了,似乎那个爱笑爱闹的顽皮少女,忽然间变成沉静的大姑娘了。一向爱同她打打闹闹的乌骨里,觉得纳闷,推着她,喂,你怎么了?艳艳闷闷地说没什么。 红眼却是不在车中,骑着马在前面艳艳的异状,她并没有发觉。这次回营匆忙,她要帮着父亲准备回城之事,似他们这等拥有不足,陈属,私兵,奴隶的大贵族,出门回城自然不可能,只有打个包袱的事情。 肖斯温研究军报,把事情全部甩给她,她忙得只能把一部分事情派给两个妹妹分担,哪里有空留意到她们的心事。 天生乌骨里也是一边忙着事情,一边抽空还要与习引悄悄见个面,直至回城路上,骑累了马回到车中,才发现艳艳似乎有些不一样了。 艳艳却是不理乌骨里,只独自掀开车帘,看着车外。 乌骨里自然是不知道,自己一句随口的玩笑话,令这个从无心事的妹妹,开始有了心事。 去年偷听到族兄肖达领劝胡年考虑婚配对象时,艳艳甚至还天真的劝胡年,嫁给德让哥哥吧,这样我们就可以和德让哥哥成一家人了。 可是从何时起,这种感觉就不一样了呢? 从小她就喜欢追着德让哥哥玩,然后就不知不觉,成为一种习惯,那时候,她以为这样的关系会到永远永远。 可是人都会变,人会长大,小姑娘会长成大姑娘,不知从何时起,她渐渐感觉到自己身体的变化。 胡年告诉她,这是她长大了。 长大了,就会多了许多莫名的心事,莫名的愁绪吗? 她不知道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,但她却发现自己更喜欢缠着韩德让了,甚至在韩德让面前。 更加无理取闹了,她希望她看到的都是自己,希望她也以同样的投入来对待自己。 其实,这三天来,她只要睡觉的时候,梦到胡年和韩德让在一起的情景就会惊醒,气闷不已。 她转过头来,忽然问巫谷里,二姐,你有喜欢的人吗? 巫谷里眼睛一亮,扑到燕燕的身上笑道,小丫头,你莫非有看中的人了? 是谁?是谁?燕燕诚实地说,是德让哥哥。 巫谷里顿时失去了兴趣,松开她养后依靠,翻个白眼,哦! 你已经说了一百遍了,你喜欢德让哥哥,你将来长大要嫁给德让哥哥。 大姐,德让哥哥很好的你嫁给他吧,二姐,德让哥哥很好的你嫁给他吧。 哎呀,小燕燕,我知道你的德让哥哥最好了,全天下的女人都要嫁给他,这么多年了,你可不可以说出,第二个名字来同我说话? 燕燕恼了,捶了她一下,二姐,人家好好的同你说正经事,你要取笑我,我再也不理你了。 巫谷里作证了,笑着接住她的小拳头,好了好了,你倒说说,你怎么忽然想起问这个? 燕燕扭捏了一会儿,道我就是想问啊,你说吧,说吧。 巫谷里顿了一顿,似乎然想到了什么,嘴角不经浮上一个笑容,声音也低了下来,嗯,是啊,你若有了喜欢的人,你就想天天看到她,怎么看也看不够。 离开她的时候,就会想她睡觉的时候,就会梦到她,要是她和别的女人在一起呢? 巫谷里眉毛立刻倒竖起来,她敢。 燕燕吓了一跳,怯生生地问,那会怎么样?有她没我,有我没她。 巫谷里说到这里,怀疑地看看燕燕,看这样子,你似乎真的有喜欢的男人了。 少拿含得让堂塞,你从小到大,说起她来从不害羞的,要是她的话,你还能这样奇怪。 燕燕闭上嘴,不说话了。 巫谷里扑在她身上,又是喝痒痒,又是捏脸蛋,威胁利诱了好一会儿,也没问出是谁来。 却听得外面一阵喧闹之声,不禁仙怜问,怎么了? 虎脸骑着马,一脸严肃地过来呵斥,别探头在马车里带好,拿上弓箭和刀,小心,外面有刺客。 刺客?两个小丫头吓了一跳,叫道什么刺客? 刺客在哪里? 虎脸把两个妹妹塞回马车,就拨马回转向前,便见身后一起急驰而过,虎脸忙叫住她。 得让出了什么事? 韩得让脸色,极差,却不及理会虎脸,只匆匆一点头而过,虎脸不放心,也追了上去。 燕燕在马车中听到得让二字,再也忍不住,也跳了出来,起上马追过去。 两姐妹追到前面,却被皮士军挡住,但见气氛紧张,警卫森严,只放了韩得让一人进去。 虎脸抓住一名军官问他,发生什么事了? 那军官的脸色,也是极难看,只行了一礼道,有刺客行刺主上,明义大王受了重伤。 燕燕失声,明义大王他知道明义大王,对于韩得让来说有多重要。 甚至可以说,胜过韩得让的生命,而今韩得让用生命来守护这的人受了重伤。 韩得让韩得让他会怎么想,他的心里应该有多痛苦啊。 想到这里,他扭头对虎脸哀求,大姐,你快去向爹爹拿令符,我要进去陪着得让哥哥。 虎脸气得狠狠拧了一下他的手臂,赤道,少胡说八道,主上遇刺,皇子重伤。 你知道这里头的事有多严重,你少给我再添乱。 转而命令侍女,福慧给我压着她回去,看着她,不许她给我惹事。 这边忙去找萧斯温商议对策。 萧斯温与韩匡四正并肩骑马而行,他们在离狱架较远的地方,嘀嘀地交谈着。 萧斯温宰相,你觉得皇子贤如何?你倒是给了我一个大惊喜。 韩匡四听闻此言,嘴角已经瞧起,看来,您对皇子贤的印象很不错。 萧斯温沉默良久,道,先皇子在想古山的时候,我和你说过,不知你我有生之年,能否等到另一个明君? 韩匡四一叹道,当年就像皇子贤,我也是抱着为先皇,尽最后一份心力的心思。 确实没想到,他能给我们一个这么大的惊喜。 他顿了一顿,也许是因为他身体弱,所以想得比别人更多一些。 萧斯温点了点头,是啊。 自我气单开国以来,横胀防三只一直为了,争夺皇位血流成河。 各知子弟,一出生即以夺皇位为天生使命,却不知道为谁而夺,为何而夺,夺来了又如何处置。 没得到皇位的人眼力,只有那个位置,得到皇位的人,又要全心全意防备,旁人夺走自己的位置。 他说到这点,平顿了两久,又长叹一声,主上利用祥古山之乱得位后,指之纵久杀戮。 他一生所求在,登上皇位的那一刻已经结束了。 我一直在想,主上去后,谁能继承他的位置。 李狐,眼撒葛,习尹,纸媒,笛列。 不,这些人都和主上一样,想要皇位,却从没想过夺得皇位之后,要为大辽做什么。 但在这么多人中,黄子贤是唯一一个不但想过夺皇位,还想过夺回皇位后做什么的人。 我想你如今可以下定决定了,是吗? 肖斯温叹道,皇子贤的身体太弱了,谁也不知道他能撑到什么时候。 要说服群臣支持这样,一个主君太难了。 寒匡似盯着他,沉声道,可是他确实是眼下最适合的人,最能继承我们,改革汉制理想的人。 肖斯温苦笑,回京之后,我得去大逾越府拜访一趟。 方说到这里,忽然亲兵自远处跑来,叫道,斯温宰相不好了,主尚遇刺。 肖斯温吓了一跳,盲问,主尚可曾有事? 那亲兵盲道,主尚无事,只是。 明乙大王为了救主尚,替主尚挡了一刀,如今受伤极重。 什么?韩匡似失声,你说什么,明乙大王受伤,这怎么可能? 他已经顾不得询问,话未说完,已经拨转码头,急向御驾方向飞驰而去。 肖斯温也被这个消息惊住了,回过神来,看到韩匡似急驰而去的身影,忽然摇头笑了一笑。 韩匡似当真是关心则乱,却没想明白其中的关键所在。 韩匡似赶到的时候,差不多是和比里姑同时抢进马车中,马车极宽大,车中还有刺客和宫女们的许多尸体,极为凌乱。 穆宗坐在正中,一只手紧紧抱着耶利贤,一只手按着他的伤口上方止穴。 此刻他的神情是极度震怒惊乱的,完全不顾站在一边的眼撒个劝说。 只一叠连声的吼着,御医呢?迪里姑呢?韩匡似呢?韩匡似呢?韩匡似为何还不来? 韩匡似抢进来,正义行礼,穆宗已经不耐烦地叫道,快来看明仪,你行个屁的礼。 韩匡似忙抢上前来,从穆宗手中接过耶利贤,将他平躺在地上,再与迪里姑一起动手,剪开他伤口旁边衣物,一起清洗伤口,上要包扎。 耶利贤双目紧闭,脸色惨白,胸口血不住涌出,寒匡似眉头紧皱,与迪里姑一起动手。 几名淤淤打下手。 穆宗坐在一边,看着一盆盆的血水不断往外端,他的双手仍然在颤抖,眼撒个圈他,主上。 此处凌乱,您还是先到副车上歇息吧。 穆宗却摇了摇头,恶狠狠地道,真要看着明乙,他是为了阵而受伤的。 他的目光凌乱而尸杀,既因刚才命悬一线的惊吓,更有对敢谋害他之人的愤怒。 寒匡似将耶利贤伤口,完全包扎好,才向穆宗汇报,主上明乙大王伤势虽重。 但好在不是伤到要害若是换了体壮之人,倒还好说,只是。 穆宗一挥手,不耐烦地说,只是什么。 寒匡似,你要什么药,只管说。 寒匡似眼神一闪,道,陈关大王脉象若而混乱,外伤虽可致,但怕身体耗不起。 因此臣请求,大王养伤期间,使用臣之药,误用其他药物,否则,恐怕药,性冲突,伤势加重,有伤性命。 眼仨个听的此言,眼神一闪,却不说话。 目宗正了一正,忽然似明白了什么,一时间各种神情交错,重重地一锤自己的膝头。 粗声粗气道,我只把它交给你,从今天开始,所有的药物,都由你说了算。 说着,便站起来,急不走了出去。 眼仨个看了寒匡似一眼,匆匆跟了出去。 目宗下了马车,急不而走,重视未退让不急纷纷跪下,目宗看也不看众人,上了副车,便贺令身后是从彤彤滚出去。 眼仨个紧跟他的身后,看着目宗忽然间发作,心中已经明白了几分,走到他的身后,低声道,主上是不是要停了他的药? 目宗忽然爆发起来,可恶的礼狐,可恶的茶哥,可恶的楼国。 他跳着脚,暴怒地把历年来,蒙尼王族诸人挨个数着,族族骂了半课钟,这会颓然跌坐在榻上,捂住脸长叹一声,明已,明已是个好孩子啊。 眼仨个轻拍着他的背部,他知道方才耶利贤冲上来,挡在目宗面前,剑从耶利贤的胸口刺入,鲜血飞剑。 这个场景让本来就精神极为脆弱和情绪化的目宗受到了刺激,所以才会陷入这种与无伦次的情绪。 他在目宗身边这么多年,岂能不了解他,恭敬地顺着他的话,是啊,这孩子平时沉默寡言,不像纸媒那样,经常在您面前卖乖,但对您却是真的忠诚。 目宗无意识地,摸着扶手上的花纹,这个黄坐多可怕,坐上去以后,人的血就变成冰冷了,看见的都是敌人了,他忽然黑黑笑了起来,是啊。 这么多年来朕一直不放心他,朕登基以来宗室里,一直有那么多人谋逆,而他是先皇嫡子,最有资格抢夺这张龙椅。 朕以为他就算自己没心思,也会被那些人鼓动起来。 虽然朕困于誓言必须养着他,但一直,眼萨格见他心情激动,当下只有全部顺着他,是啊。 其实想来也是,他四岁以来就养在大哥膝下,你我素日待他就很好。 他一个长鱼身宫的孩子,不和我们亲近,又能与谁亲近了? 目宗沉默良久,朕后悔听信萧谷的话,给明一下药。 眼萨格,他用了这么多年药,早就伤了根本,便是停药也活不了多久。 这皇位还是你的,朕只是忽然不想看到,他死在镇前面,朕。 不忍心了。 眼萨格垂手,是。 目宗挥了挥手,眼萨格退了出去,几名见识宫女便进来服侍目宗换下燃血的龙袍, 捧上金盆洗脸。 目宗看着金盆中自己染了半张血污的脸,水中倒映,脸是扭曲的,让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 他忽然打翻了金盆,供女们吓得跪下来,不敢作声,这时候目宗的神经是极脆弱的。 只要水稍有一点不应该发出的声音,立刻就会送了性命。 目宗自己拿起拧干的金子,随便擦了擦,便扔到一边,大叫道,拿酒来。 酒很快地送上来,他拿酒壶一口饮尽,一直颤抖着的手,终于不再颤抖了。 酒,可真是个好东西啊。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? 或许,是从当年想古山士兵开始的吧。 茶哥早就秘密联络了许多部族首领,若非如此,就凭他自己的亲兵,也不能够在这一晚上就控制了全局。 那些部族扎在外围,并不参与谋逆,却是袖手旁观,方便茶哥行事。 茶哥自以为掌控了一切,然而他并没有想过,自己只不过是,李狐和耶律锦手中的刀子罢了。 第一个找茶哥的是李狐,李狐皇位即将到手却功亏一篑,自然是不甘心的。 他让于部找了茶哥,企图在失踪出征之时,杀死失踪,而他在上京掌握时机发动政变称帝,赵诸不回师。 可是李狐没有想到,不甘心的不只是他,耶律锦也看上了,茶哥束手之职,和茶哥的不逊之心,派弟弟演撒个结交茶哥,知道此事。 所以,茶哥的不轨之心,才会迅速泄露,使得污质,真后先后像是踪进剑。 毕得茶哥不得不提前动手。 当茶哥狗急跳墙想动手又恐势力不够,而将耶律锦请来,假意称用耶律锦为帝。 耶律锦当众拒绝,得以在事后洗白了自己,甚至隐约暗示茶哥可以自己称帝,令茶哥野心抱斥,不顾李狐欲设而悍然出手。 想古山之夜,一切事情就这么迅速发生,脱离了李狐的预谋,也脱离了茶哥的掌控。 而每一步都踏在耶律锦想要的节奏上。 那一夜,他自以为掌握了人心,掌控了变局,掌控了结果。 然而他平生最惶惑的时刻,也同样是在这夜。 他谋划的时候,以为一切尽在掌握中,而当茶哥真的开始杀人,他看到了那血流成河的可怕, 也看到了素日黄座底下,看似臣服的那些人背后的叛逆之心。 是恐惧退缩,还是疯狂前行。 一步走错,一句说错,那么刚死去的失踪,就是他的前车之剑。 他畏惧到隔着一层薄薄的粘帘,竟不敢出门。 这时候,眼仨格给他送上一瓶囊的烈酒,用以壮胆。 之前,他并不怎么喝酒,所有过于烈性的东西,他都有些畏惧。 他可以在暗处算尽一切,可是需要烈酒,才能够走出这个营帐。 这酒,催化了他的勇气,也许只有当烈酒,还在燃烧着他的血液时,他才敢于面对当时滚落到他脚边的头颅。 事情终于尘埃落定,他看着面前所有低下的头颅,他只想纵声大笑,再痛痛快快地饮上一大袋酒。 从那时候起,他就离不开酒了,只有那烈火般的液体入侯,他才会放松,才会兴奋,才不会恐惧,才不会退缩。 这些年以来,恐惧如同一只怪兽,在他身后紧紧相随,唯有酒是他唯一可抓住的绳索,而杀戮,是他抵御恐惧的刀。 这些年来,他杀完了人,就要喝酒,只要喝了酒,什么恐惧都消失了。 可今天,他喝得再多,还依旧是恐惧的。 那一夜的恐惧感,又再度降临。 他本以为自己离危险已经很远了,可是没有想到,今天他差一点死了,就差一点,那刀子就要砍到他的身上。 幸亏明依,幸亏有明依挡住了他。 他的手在抖,明依身上流的血,滚烫的,留在他的手中,一点点变冷。 看着明依气息微弱,他失控的大叫,他不能让他死,他是皇帝,他掌控着一切。 他的意志能够决定一切。 他不能让那些黑暗中窃笑着的,谋划着的人们得逞。 夜深了,草原上一切变得清晰可闻,草虫低鸣,小兽穿过草间,马就的马在吃草还有。 不知什么怪兽在笑,露哥哥的,十分圣人。 牧宗抓起皮囊,又喝了一大口酒,这一夜怎么那么长啊?